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麦子走向小美说道 你瞅啥 小美说 瞅你咋的 接着麦子就对着小美的嘴唇吻了下去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麦子把小美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小琪 小美也叫来了自己的好闺蜜春春 聊了一下发现几个人好像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小琪是春春同校的学长 还参加了同一个社团 但春春还是直言不讳的告诉小美不要和麦子在一起 她虽然颇有几分姿色 但看起来就很不靠谱 吃晚饭几个人去酒吧嗨 麦子那充满艺术的造型果然还是当个DJ的料 小琪拉着小美一起跳舞 突然来了个流氓想调戏小美 小琪吱吱吱吱在旁边不敢说什么 麦子则跑过来一脚踹飞了小流氓 春春想在麦子前面拥抱了小美 还要一次劝劫小美不要和麦子在一起 否则会受伤 而恋爱中的女人哪里听得进去这些 小美觉得和麦子在一起做什么都好 哪怕是骑摩托车摔倒了 都能就地躺着拥吻起来 丝毫不理会围观人的目光 麦子住在小琪家的房子里 因此几人常常在小琪家聚会 小琪的妈妈温柔又可爱 在她眼里小美和麦子的感情看起来是万分美好的 晚上刚吃完晚饭 麦子就说自己要去买明早吃的面包 结果却一夜未归 一大早小琪告诉小美 麦子常常会这样 有时候会各把星期都不回来 小美慌忙跑出门去 却遇到了刚好回来的麦子 让人深情相忧 麦子说虽然我会迟 但我总会来的 于是半年后的某一天 麦子说自己去买鞋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两年多后 小美来到了东京 在一间咖啡店工作 咖啡店常常会给隔壁的酒厂送咖啡 在这里 小美遇到了和麦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亮 然而小亮并不是麦子 她是从大阪的总公司刚刚调任过来的 小美几番询问 确认了小亮不是麦子后 就总会刻意疏远她 小美和朋友小琳相约来看摄影展 但两个人错过了入场时间 在恰巧经过此处的小亮的帮助下 三个人一起入场观战 和小美从前看的那场摄影展一样 她依然在那张双胞胎姐妹的照片前停留了很久 只是这次站在她身后的不是麦子 而是小亮 然后三个人一起喝东西 小亮可身为演员的小玲相难甚欢 小美则一言不发 当小亮把话题引到小美身上企图活跃气氛的时候 小美并不接话 反而起身告辞了 小玲和小亮就相约改天一句 小亮带了个常和自己一起到楼梯上抽烟的男同事小乔 一起到小玲和小美的住处做客 刚看完小玲出演的作品 小乔就要起身告辞 还好不留情面地说了一大堆批判小玲演技的话 一直言不发的小美开口就围 小亮在一旁搬枪 终于化解了这一场尴尬 小亮渐渐觉察到了小美对自己的躲避 在小美来公司拿咖啡壶的时候 把她堵在了楼梯上 深情告白了一番 小美没说什么 却接受了小亮的吻 此后四个人就偶尔一起聚一聚 可好景不长 面对和麦子长相一样 性格却截然不同了小亮 小美决定不再见面 小亮想去小玲的舞台剧表演现场 偶遇小美把话说清楚 没有等来小美 却等来了一场地震 或许是突如其来的灾难 会让人的内心更加脆弱 所以小美和小亮还是在一起了 转眼到了五年后 两个人感情稳定 同居在一起 还养了一只猫 小亮在事业上小有成就 小乔和小玲也修成成果 并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家庭成员 由于两个人是在地震后在一起的 所以每年他们都会开车去东北 支持灾后复兴 此行回来后 小美对小亮表达了深深的喜欢 小亮则把小美的喜欢 当成自己努力的动力 一切看起来再美好不过 小美却在生长偶遇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春春 此时小美才得知 麦子现在已经出名了 小美把春春介绍给了现在的朋友小林夫妇 还对小林和春春说 自己现在对小亮的喜欢与麦子无关 并且决定把关于麦子的事情告诉小亮 但小亮知道后并不吃惊 原来她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想到了 小美曾经认错自己 就是因为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麦子 小美很感动 也准备随着小亮的吊任 跟她一起搬家到大阪去 走之前 小美在和春春打羽毛球的时候 偶然得知麦子就在附近拍摄 小美跑到麦子所在的地方 麦子并没有闲身 小美对着正在开走的麦子的车 挥手做出告别的样子 仿佛这样就等于为曾经的感情画一个句号 然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没想到 小美正在家打包东西 为搬家做准备的时候 麦子突然找上门来 说要带小美走 小美惊慌失措地关上门 还打碎了一个盘子 晚上朋友们一起为小美和小亮庆祝 刚吃完饭 麦子又突然出现 而这次当她伸出手 小美却毫不犹豫地跟她走了 全然不顾小亮的愤怒 痛哭和难过 麦子对小美说要开车去北海道 小美在路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下意识地以为身边的人是小亮 她仿佛突然意识到 自己喜欢的人其实是小亮 于是告别了麦子 想要回到小亮身边 但一个背叛者 怎么会轻易获得原谅呢 小亮不想理小美 跟她说自己把猫给扔了 还告诉她 说自己不会再相信她了 被小亮关在门外的小美 只好先去找猫 不过又顺便拜访了一下 曾经的老朋友 小琪和她的妈妈 小琪如今得了剑动症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却看似微笑地 一直注视着小美听她说话 小美在小琪妈妈的鼓励下 决定回去好好珍惜小亮 而小亮虽然最硬 却还是给小美开了门 而且猫也没有被扔掉 两个人在阳台上 望着窗外并不干净的合流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有人说这部电影中 分裂的不是男主 而是小美 一个小美渴望安稳的幸福 一个小美被说走就走的随行吸引 但我只想说 小美真的是太渣了 徘徊在麦子和小亮中间 被麦子伤害又去伤害小亮 而且麦子最后回来找小美的时候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 要不是小美跑去追着车挥手告别 你会主动来找她吗 也是渣男一个呀 至于这部电影到底有没有那么深的含义 各位感兴趣的话就去看看吧 今天的解说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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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